迈着自信的步伐 他来了 只看到了书的一脚 就能记起整本书的内容 用电脑的状态堪称神速 几天就写完一本小说 借了几万块 一周之内就赚了一百多倍 仅仅回忆电影画面 就能KO一群社会人渣 几个月的时间 就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股票经纪人 这个人就是小帅 不要看他现在西装革履一表人才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 他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作家 对 就是天天坐在家里 对着电脑 一个星期都写不出来一个屁的作家 看不到希望的女友也和他分手 小帅失魂落魄的走在大街上 看上去就像个流浪汉 就在这时 他遇见了一位熟人 他的前任小舅子 两人一顿互损之后 坐进了酒吧 交谈中 小舅子送给了小帅 一颗三无厂家的药片 声称这个东西 可以改变他的状态 回家的路上 看着手里的药片 活得这么惨 是毒药 那能怎么样呢 一口就吞了下去 刚到家门口 房东又来催租 本来就没什么钱的小帅 只能任由房东羞辱 这时 感觉另一个自己从楼下走来 药效开始发挥作用 生锈的大脑开始被激活 每一个神经元 都散发出生机勃勃耀眼的光芒 大脑思路清晰 眼前一片明亮 就连听觉都变得十分敏锐 只看到书的一脚 就能记起全部的内容 大量的词汇涌入大脑 组合成各种有用的信息 然后帮助房东完成大学论文 并且成功免交房租 回到家 把自己的狗窝收拾成样板间 他开始写小说 文思如泉涌 所有的难题都被轻松搞定 但是第二天醒来 药效没了 他被打回原形 他把小说拿给出版商 出版商直接给出了五星好评 打电话要求小帅继续写 但是 这还需要灵感 于是他来到小舅子家 发现小舅子已经被人干掉了 看到这满屋的狼藉 意识到 凶手也是奔着要来的 小帅翻箱倒会的开始寻找 这次幸运女神再次降临 小帅找到了一大包的药 自从小帅每天开始服药 他的人生从此开挂 四天就可以写完一部小说 三天就学会弹钢琴 在赌场一赢就是好几万 随便听听任何语言 都能说得很流利 很快 小帅混进了上流社会 在哪里 它都是焦点 开着豪车 带着美女 一路狂飙 看看书 就精通股市 在熊市 没人能赚到钱 但是小帅 却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想要赚大钱 必须要有更多的资金 于是他找人借了十万块的高利贷 在药物的帮助下 他的大脑 犹如一台超级计算机 分析着各种数据和资源 短短一周的时间 就赚到了两百万美金 分手的千女友 也被他追了回来 连报纸上也刊登了小帅的照片 但是物极必反 药物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 也带来强大的副作用 小帅开始出现头晕 失忆 思维跳跃 这一天 他发现药没了 面对文件上的数字 他根本看不懂 小帅又被打回了原形 于是他翻开小舅子的电话本 去找他以前的买家们 看看还有没有药 第一个电话告诉他 你找的人病得很重 第二个电话告诉他 你找的人已经成为植物人 第三个电话告诉他 你找的人已经死了 直到打出最后一个电话 铃声在身边响起 看来已经有买家 盯上了小帅身上的药了 小帅一路逃跑 甩掉了陌生人 他找到前妻 发现以前青春靓丽的妻子 变得面容憔悴 原来他也被小舅子的药给毁了 前妻告诉他 这药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突然停药就会死 只能慢慢的减量 最后戒掉 小帅还用一片药 回家的路上 正巧遇见前来药账的黑老大 一顿暴揍之后 还抢走了小帅的钥匙 这下完蛋了 突然小帅想起 还在女友家藏了一包药 他用最后的力气找到女友 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看着十分痛苦的小帅 女友决定帮他去取药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 又遇见了那个抢药的卖家 女友一路逃跑 躲在了公园石头的后面 打电话向小帅求助 小帅却告诉他 吃一粒药 吃完就能想出办法 女友无奈吞下了一粒药 思维变得清晰 犀利的眼神 看向工人的大剪刀 又看向路人的棒球棍 最后锁定了远处的 溜冰场的冰刀鞋 女友一路狂奔 上蹿下跳 在药物的帮助下 抢药的买家都追不上他 最后他抱起小女孩 往后一抡 直接反杀了抢药男 小帅服下女友 带回来的药 他又变回了 那个无所不知的金融精英 可是那个黑老大 一直找他要药 于是他就雇佣了两个保镖 发现住的酒店也被盗了 就买了一所安全屋 保险柜 气压锁 到处都是监控 还把自己的西装 缝了一个内袋 用于藏药 但还是被他最幸运的律师 调包了衣服 偷走了药 小帅躲到家里 此时黑老大找上门 防盗门被锯开 最后一颗药 也被黑老大吃了 趁黑老大转身时 小帅藏起来一把刀 用最后的力气 把黑老大反杀 凭此状态下的小帅 看向了流出的鲜血 再次恢复状态的小帅 很快就干掉了 剩下的两名手下 他买同抢药的杀种 干掉了律师 找回了丢失的药 然后找到一家实验室 复制了这些药 一年以后 小帅已经开始竞选总统了 西域的老板找到了小帅 威胁他说 如果不合作 就会断掉小帅的药 但是小帅告诉他 一会儿路边 就会发生一起车祸 果然 小帅的预言成真了 他用手按住老头的胸口 就知道他有心脏病 因为小帅早就改良了药方 大脑已经全面改造 根本不需要再吃药了 昔日的老板已经知道 不是小帅的对手 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到此全片完